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剛剛有三位嘉賓都說到 對一些歷史的定義 就是一個陶傑說到 或是一個面對決定 即是一個人與人之間 等等 雖然歷史本身是一個 中性的 一些對過的紀錄 但事實上大家都知道 就是讚寫歷史的人 本身也有一些偏見 有他們自己的意識 有他們自己的一套看法 這些看法很多時候都會 加出他們 影響到他們寫歷史的時候 一些不同的觀點 我舉個例子就是一些 我最近看的就是 日漸時期的香港事 這一方面可能 一些比較 親中的人 他們寫的歷史 對這些方面的觀點 和一些最近 鄺志文先生寫的 《重光之陸道》等等 有些分別 我想問一下 實際上有沒有其他 更多這些不同的例子 例如一些歷史的讚寫 他們有一個史觀 可能剛才 胡可治先生說到一些 之前 例如近代史的那一類 都是有一個 如何更加影響 身份 或者這些不同的史觀 寫的時候有沒有衝突 我想讀歷史最重要 不是說讀歷史 成為歷史學家 最重要是看問題 要知道有多角度 多觀點 如果讀中國歷史 你壓局下一個 叫做中國官 這個中國國官 無論是共產黨官 還是國民黨官 你是這輩子 你是沒辦法 跟國際接軌 特別是讀鴉片戰爭以來 這個叫做中國歷史 你看到鴉片戰爭 為何會發生 為何要火燒原明圓 甚至這個叫做鴉片戰爭的背景 如果你第一種的觀點 一定是民族主義 說來說去 我們如何被人欺負 烈強點 處心積累 瓜分中國 你將很複雜的事情 去簡單化 那你就只會看到 鴉片戰爭 火燒原明圓 全部是英國 法國 如何處心積累 瓜分中國領土 你只看一面 你就看不到 鴉片戰爭的爆發 其實就是中西文化衝突 就是英國 歐洲 積累了兩百年 只是大量購入中國絲綢 和中國的茶葉 出現巨大的貿易順差 於是為了要建立某種 公平一點的世界經濟體系 即是那時候的一個叫做WTO 於是英皇派這個特使去中國 說這樣不公平 你們有幾億人口 你們大量傾銷這麼多東西來 你可不可以買一些我們的東西 中國的皇帝一口拒絕 我不要 我呢 這裡呢 天朝呢 什麼都有 但是這樣的答覆 對於十九世紀 尤其工業革命之後的西方來說 是不滿意的 他們覺得這樣是不公道 是你欺負我 但是這個鴉片戰爭的爆發 而且是透過談判 既然是這樣 我們這裡有個中介公司 民間的 叫東印度公司 他在這裡 大量 是將 東印度公司 大量將 印度生產的鴉片 輸入去中國 而還有 是中國的市場 那幫煙鬼 他們全部選擇 自動選擇 吃東印度公司的鴉片 因為 Quality Control好 那個練得好 而中國本身 在雲南種的鴉片 或者來自阿拉伯國家的入口的鴉片 粗東西 其實這個和1979年 中國開港市場之後 每個人都吃萬寶路和三個五 不吃大陸和雙喜一樣 這個 我們不由經濟或者市場去看鴉片戰爭 只是由民族仇恨的情緒角度去看鴉片戰爭 這樣 自小的小孩受這樣的教育 你的世界觀和中國觀 必定出現文理扭曲的現象 但如果不是 你看看 聽聽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ory 好像黑澤民跑那套羅生門一樣 為什麼羅生門拿到1952年最新的外語片 因為他是用電影來提出一個很有趣的理論 就是看一件事 我們不要聽一個版本 包括你自己祖國的版本 你要看別人的版本 英國人也是 說到這個叫帝國殖民主義 他不可以只是聽英國 或者看英國檔案 他還要走到東南亞 去非洲 去搜集那裡 那些土著 或者那裡的人講的故事 然後讀歷史 就是要把不同的版本放出來 然後是一種歸納分析 和很純正的理性思考的一種訓練 到最後得出的真相 是你自己去決定 就是整個自助餐 一個自助餐餐廳 你拿著一隻碟 有這麼多東西在這裡 你自己去選擇 你吃什麼 你吃什麼 每個人的那隻碟選擇的自助餐 多少個壽司 多少個牛扒 多少塊火腿 是不同的 帶你過去 那個自助餐 你最重要是看到一目了然 有這麼多東西吃 你不要只看一樣 所以現在歷史的教育 對香港現在的challenge 不是叫大家每個人都去讀歷史專家考究的東西 就算是專業和業餘 都嘗試一種訓練 就是看事物 千萬不要由一種角度去壟斷 只要你覺得有這樣的需要和意識 你就不怕給某一種思想洗腦 即使你讀神學 讀神學也需要讀哲學 讀這個叫聖經 也需要讀一些進化論 我不是說兩邊都相信了 而是兩種理論 我都要了解 然後達成 由我的年齡增長 讀書經驗 然後到最後 你自己大成一個結論 到你當時這個結論的時候 你都會懂得欠卑 我這個不是一言堂 我這個不是強迫要你相信 而是我一家之言 我這個觀點 你認為是怎樣 這樣才是一個言論自由 學術自由的多元社會 是不是 所以現在近年 糟糕了 因為大陸總總社說 你是中國人 你是中華民眾 泰國政治取向的 主導的一種宣傳 而令到下一代 我不相信這件事 因為中國歷史的教育 以前那麼膚躁 我不看 我現在專注在香港市 一看到香港市 糟糕了 好像剛才鄺先生說的 這個叫做 interpretation 原來香港即使有賊 那些是海盜 張寶仔 大陸你那些賊 井崗山那些是山賊 所以由山賊 versus 海盜這個角度來看 香港和中國大陸的不同 或者叫做相同 香港就看到很多東西 原來你跟著你一個conclusion 原來香港是世界史的一部分 原來香港是海洋文化 不是中共的內陸文化 這樣呢 在中共眼中 你現在就是和台獨的那種歷史觀一樣 是吧 他會用政治去看 但是這個呢 其實是和政治無關 這張是一種歷史觀 但是如果你不斷去打壓 海洋文化和大陸文化的不同 你大陸的文化不斷要說 只有我這個大陸史觀才是合法、合理 你這個是亂神策子來的 如果這樣呢 就會產生弄假成真的政治後果 好像台灣一樣 好像國民黨壟斷大陸史觀一樣 現在共產黨做的也是類似的事情 所以你說是否二二八前夕呢 你這樣的擔心是合理的 這個很不幸 看歷史就是 不需要研究自己的歷史 就是本土意識故障 本土意識故障不等於我排斥你 就是現在威爾斯 威爾斯人都讀威爾斯的歷史 蘇格蘭的人都讀蘇格蘭的歷史 但是他大家都可以 Live under the same roof 就是叫做Britain 或者叫United Kingdom 當有時候種種因素出現 他搞到蘇格蘭獨立 人家英國有辦法 有一個機制 公投 大家出來游說 英格蘭 英國首相叫你不要 英女王叫你不要 蘇格蘭的Alex Salman 晚說好 在一個言論開放公正的平台之下 然後看看那六百萬蘇格蘭 不是傳聞的 他否認識 這種就叫做公正 對吧 不怕的 所以如果你有一個合理包容公正的環境 你絕對不擔心這些統獨的危機 就算很不幸蘇格蘭那次公投分裂了出去 你要記回《三角演義》的說話 凡天下大勢 分九必合 合九必分 分九是一定必合 合九人必分 但我們看歷史的人 研究歷史的人 不要理會這些事情 我們只是帶著一種求知的精神 我只想知道多些 我只想知道1967年發生了什麼事 我只想知道1967年除了大公文匯的版本 然後你自己去培養你自己的結論 以及一個意識 不要說意識 以及你自己的那種看法 現在互聯網資訊爆炸 資訊和知識是不值錢的 看法、interpretation是值錢的 我們Google某某人 Winston Churchill Wikipedia Winston Churchill 除了你打開生平、成長、教育 那個偏年史都說出來 知識是隨時Google得到的 看法Google不到 看法是值錢的 所以現在的人是缺乏 或者有很多人太多的看法 不成熟的看法 因為他的知識基礎薄弱 但只是擁有知識而沒有看法 你只不過是一個人欲詞典 所以讀歷史或者對歷史發生興趣 對人、每一個人、每一個市民 我會說是一種必須的訓練 尤其現在是一國兩妻 你香港走向民主化的過程 你以前是編織 只是free camera 金融管理 civil engineering computer 沒有文、史、智、藝這方面 完全不鼓勵 現在終於付出一個很大的代價 讀文科沒有用 三樓才讀文科 厲害的是Hong Kong You Medicine 醫學院 第二的是Lawyer 然後Architect 其他的垃圾才有文學院 現在就付出一個代價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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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